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国民党台北市提名八位立法委员候选人张思刚 游淑慧 王红维 李燕秀 钟小平 罗志强 徐巧新 赖世宝 在齐队浩荡的声势下高喊立委权雷达 立拼2024重返执政 北市立委八仙过海 蒋万安表示他是以三个身份陪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来登记 同时也恳请大家支持侯友宜 今天我是以三个身份来陪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来登记 第一 我是中国国民党提名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市长台北市经元总部主任委员 所以在这边我要再次的呼吁以及恳请所有乡亲好朋友 全力支持侯友宜 侯市长务实有远见有执行力 侯市长担任总统对于台北市的各项建设一定会更快更好 第二 身为台北市市长 今天陪同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候选人来登记 我要恳请所有的市民朋友 全力支持并且票投 最能够支持台北市各项建设的立委候选人 第三 过去我也担任过立法委员 所以今天我要强力向所有的好朋友 乡亲推荐八位国民党籍的立委候选人 未来他们进入立法院 绝对可以强力监督揭发弊案 为人民发声 为台北打拼 被媒体问到为何不见母鸡侯友宜 蒋湾表示因为侯友宜今天已经排定选举行程 接下来辅选侯友宜不会缺席 好像上午的时候 柯主席有传了一个简讯给侯市长 说希望跟他见个面 侯市长也说他会在马上酒办公室等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最后的时刻 双方能够好好的沟通 期待有好的结果 我是身为侯市长台北线总部的主任委员 我们已经规划好在最后的五十几天 在台北市相关的复权行程 同时侯市长也都已经排定会到台北市 来协助我们这所有八位的立委候选相关的复权 这个都已经安排好 我想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民党士气高昂 我们八位的立法委员今天要登记 所以未来在剩下五十几天 我们面对的不止总统大选 更重要还有立委的选举 我想在立法院 国民党其次要过半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强力监督施政 同时也能对过去八年的乱象 就责到底 来揭发必然 侯友宜 尽管蓝白河变成蓝白托 蒋湾身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北市进总组委 也得挺身而出凝聚士气 凭习基层焦虑 展现国民党在立委选举中团结一致的精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国民党北市八位立委参选人进行登记 对于蓝白河僵局身为小鸡的参选人 被问到是否会焦虑担心 立委赖世保说原本觉得很失望 但这两天似乎郭台铭有意当统窟 表示任何人来促成蓝白河 台湾民众会感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又有一些 戏剧区的变化 这郭董好像要做统窟 我想这个时候任何人做通窟 能够促成侯克配 能够真的完成六成以上的人民的期待 政党轮替 这个人的话全台湾人民会感谢他的 那侯友宜很清楚 他说他愿意登到最后一刻钟 最后一秒钟 只要柯文哲没有来登记政府总统 他就一直等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 成立出来的 立委参选人徐草新议员认为 明天11月24号就是登记截止日 不管决定是什么就赶快做一做 不能和也有策略 最后50天都会礼平到底 整个蓝白核的合作最重要的过程 都是柯文哲主席他的看法 他的观点 他对于未来的评估 所以过去他提到 如果蓝白没有核 那这个胜选的风险很高 那会导致中华民国可能兵凶战危 或是经济出现状况 这些我都给他高度的肯定认同的评价 那所以也希望就回到我们的初衷 为什么蓝白要谈合作 我们的共同理念 那在最后一天大家再继续努力 所以我对于所有在蓝白核的过程当中 还在努力的人 我们都绝对不会口出恶言 我们都希望还有时间 大家继续的来努力 被问到若是蓝白不合之后 是否需要柯文哲站台 立委参选人张思刚议员认为 蓝白要有共识 而立委参选人钟小平议员则认为 有蒋万安侯友宜 韩国瑜三只母鸡也就够了 当然会焦虑会担心 但是心里面也要有定见 万一没有成的话 这个选举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就做最坏的心理准备 但是做最好的打算 不论如何 这个选举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要争取胜选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蓝白 两个党有共识 没有共识的话 我们很难进行来邀请站台 或是相关的助选的操作 因为到时候你没有一个共识 你在现场SOP要怎么跑 柯文哲很重视SOP 那喊完张四刚动算之后 我们要不要喊柯文哲动算 或柯文哲加油 所以这个部分蓝白一定要有共识 共识之后相互邀请合作 这样比较容易达成 当然希望能合更好 然后不能合的话 其实我认为这三只母鸡也够强了 足可一搏 我们就有很大的胜算 至少在中中华 全台北市也差不多 我们大概中山 北松山跟中中华市 台北市的章鱼隔平均值 八个区有蓝有绿 这两个区算是在中间的 参选登记进入倒数季时 不管最后蓝白合不合 对于参选立委的小鸡来说 最坏的打算就是最好的准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与台北进总主委陈时中 副主委邱太元 以及台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等人的陪同下 与立委候选人吴思瑶 王世坚 谢佩芬 高嘉瑜 吴佩毅 苗博雅 许淑花 王敏生等八人所组成的台北战队 共同出席联合登记记者会 赖清德表示期许台北市巴西立委全雷达 共同立拼达成总统胜选国会过半的目标 赖清德 东赛台北队 巴西选项 팀台北 Let's go run 这次民进党所提名的候选人 秉持着民主大联盟 跨党派 跨世代 跨领域的精神 在台北市的八位候选人 更可以看出 其中完全符合这三项精神 都是一时之选 所以我再次恳请台北市的父老乡亲 能够支持民进党 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所推荐的优质候选人 打一次拳来打 让巴西拳上 赖清德亲自为八名立委候选人 披上彩带 并逐一介绍每位候选人的特点 赖清德表示 他与王世坚曾是立院同事 相信他是非常坚持理念的候选人 高嘉瑜是贫贱优质的立委 替地方乡亲争取到很多的建设与福利 而许淑华在议会表现非常杰出 在基层服务也非常尽责 获得社会的肯定与支持 我想第七选区选对的人会做事 这一场中性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决 希望大家 拜托大家支持 用善念 用信念 来坚持守住我们松山心意这一区 拜托大家台北市八席全上立委全部过半 总统一定要赢 海湾一定要赢 谢谢大家 王世坚进军国会 民意不再脆弱 官僚不敢怠惰 您要的正义 我做得到 内湖南港团结一致支持高嘉瑜 高嘉瑜为港湖做最多 成功争取捷运东寒代 走对的路 选对的人 跨越党派选择专业 民主大联盟 大安新未来 台北市第六选区大安区 恳请唯一支持 年轻认真会做事人苗博雅 前进国会 谢谢 这一席我一定会来翻转文山南中阵 要拜托大家 年轻新世代 国会新未来 我是王炳生 信赖台湾挺身而出 苏林北斗的吴思遥 我做对的是 您选对的人 吴思遥 我一定会光荣连任 年轻世代 前进国会 中正万华 关键一级 年轻世代要为了台湾 全力以赴 信赖台湾为您分担 中山北松山 请支持认真100分 服务100分的谢佩芬 谢谢大家 赖清德表示 昨天宇在猫肖美琴 已完成总统副总统登记 他与肖美琴都有信心和决心 可以稳稳的带领台湾前进 也恳请大家支持民进党提名的 八位优秀立委候选人 让八席全上台北更棒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立委高嘉瑜牵起王世坚 与何志伟的首高行 监委于动算 第二选区是林大同区 参选人王世坚 在初选期间 和现任立委何志伟闹翻 如今两人终于同框 但气氛略显尴尬 被问到是否立挺王世坚 何志伟说他的安静就是团结 王世坚则表示选举开跑后 会邀请何志伟站台 我在这边再次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登记日期是到礼拜五 礼拜五 我们登记立委的登记是到礼拜五 那如果何志伟有来登记的话 我就高空跳海 而且我已经去巡过架了 直升机借这个十五分钟是台币两千元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 那我何志伟 我的安静就是我的团结 我的团结就是安安静静 然后我会在我的岗位上面 把事情做好 抱歉 我有传过一个阴档 跟他拜托之后 他因为我知道他也很忙 那前一阵子何志伟委员 代表赖清德 三副总统 我们到海外去成立好几个 信赖之友会 那是由何志伟委员主持的 这样说他很忙 所以我可能也比较不方便临络上 所以邀请他帮你站台 邀请他帮你站台 当然选举开跑之后 我们的选举造市场 我一定是请何志伟委员来帮忙 那他也一定会接受 他一定会帮忙的 对于激进党吴新代登记参选港湖立委 高嘉宇表示 吴新代坚持参选 就是分裂港湖范略选民 是在助攻李燕秀 保送国民党 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装 吴新代口口声声说 要让港湖闪亮本土派的光荣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要让港湖重新闪亮 国民党的光荣 一个真正有本土派价值的人 绝对不会希望国民党国会过半 让韩国瑜来当立法院长 一个真正有本土价值的人 也绝对不会希望赖清德执政之后 嘲笑也大 一个真正有本土价值的人 也绝对不会在我们 同意里浪六%之后 还坚持要参选来分裂港湖的范略 这样子的所作所为 就是在助攻李燕秀 就是在保送国民党 就是要让国民党重新 在港湖闪耀光荣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吴新代他今天的所作所为 其实在民进党的内部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样的做法在分裂范略 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装 对于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多次为吴新代站台 身为前长官 同时也是赖清德台北进总主委的 陈时中表示 选举是每个人的权利 民进党的目标是巴西拳上 登记完成以后 大家就会各自归队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除暴特勤队敲碎玻璃门 进入长生地下室的赌博机房 特令嫌犯趴下不准动 还有嫌犯躲在厕所一样 蓝逃法眼被救了出来 专小组另外在台北市万华 一出大楼攻坚 查获线上真人百家乐 具体监管及女贺关等 新市局接获线报指出 由线上娱乐城 以2024总统大选赌盘 作为博弈标的 吸引赌客投注 新市局与苗栗警方 共组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专案小组征服追查 发现主权刻意 原来有网络赌博经验之员工 借以过大客源 尽提供高额分论奖金 又指机房很远 透过脸书 社群媒体 张贴选起赌盘讯息 吸引赌客下注 此举以严重影响 选起结果的公平性 嫌犯另外招揽身材搅好的女子 穿着清凉 担任线上核观直播百家乐 以线上对话等方式难客 该娱乐城亦提供线上核观直播百家乐 赌博游戏 由面容搅好之妙龄女子 以直播与赌客线上对话之方式难客 警方在现场查扣了38组电脑监视器 路由器 扑克牌堵桌 核观名牌 及现金915万元等张证物 并逮捕杂姓祖贤等26名犯贤盗案 全案已经依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及赌博罪等罪嫌 移送苗栗递检署偵办 刑事局方面强调 为了维护选举公平性 将持续针对选举赌盘等相关行资 进行搜证调查 遏止选举赌盘歪封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各家餐厅业者春节围炉定位行销展开 小集会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 就餐厅春节定位定金 定位取消定金退还处理办法 进行随机抽查 发现有超过六成的业者 在收取定金时 额度超过定型化契约规定 总价额20%上限 还有其中约三成六的业者 甚至收取总价额超过100%的定金 已经违法 如果针对我们收取 就是他在提供服务之前 他就收取你100%的这样子的一个 参备的一个服务的话 其实之前我们在做餐券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旅保的 旅约保证的对吧 那这样子的一个业者 收取100%的定金 也不需要旅约保证 那我们现在10月11月就已经 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收了一个定金 而且很多是100%的这样的一个定金 那到我们今年的除夕 二月旅约的时候 如果这个餐厅发生了倒闭 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财务状况的话 那消费者不只在除夕那天 可能吃不到 甚至连可不可以退备 这部分可能他的保障都没有 他就是甚至还规避了一个旅保的 这样子的一个 对消费者保护的一个意志 那我们这次公布了这个 6%的部分 很多知名的一些企业 企业像韩社艾美 台北喜来登 那甚至现在最夯的 那个想A的那个就饮 那个一参加4000多块的 这个餐厅 其实这些都是很高额的一个定 而且甚至除处是加价的 那要求你全额全额的收备 那这些知名的企业 其实也很明确的在官网 直接告诉你 我收取100%的定金 那这样子的一个违反定型化契约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没有看到任何纠正 有两家呢 甚至所收的定金超过100% 那这里面呢 像台南大饭店 他们在台南是蛮大的饭店 在靠近火车站那附近 那他的早餐呢 是600多块 可是他收取的定金呢 是1000块 这个实在是让人家 没有办法想象的 收取的定金竟然呢 是100%多这样子一个 定金的一个收取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在退定金部分 超过三成业者退费方案显示公平 不论取消定位日期远近 均不退还定金 违反定型化契约规定 就这个卫生福利部公布公告的这个 扮桌定席的这个 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里面 有规定 如果你要解约的时候 定金怎么样来退还的规定 那它针对日期的不同 有不同的这个退款规定 那简单来讲 在180天之前的时候 可以退90% 那之后呢 按照这个120日 60日 15日 有不同 可以返还退还的比例 但是到了你的定餐日前 定餐日到定餐日前 14日的话 那就是不能退款了 那这个是关于 卫生福利部定的这个 这个定期半桌的定型化契约的 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 第十点 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 我们发现有三成以上的业者 违反这个规定 然后这比例仍然相当高 我们在106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 这个强制性的规定 只有范本效率 那在110年 卫生福利部已经定了 这样的一个 具有强制性的应记载 跟不得记载事项的时候 我们发现业者违固比例 仍然非常的高 另外我们要说 有些业者更优惠 对消费环境更友善 他不收取定金 所以自然不会有 这个没收定金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总结来讲 针对这个返还定金的部分 解决退还定金的部分 人有很大的比例 是违反现行规定 那这个全部的没收 不退款的部分呢 在网站上 大概可以看得到资料 但是除了全部退款 然后全部不退款 然后这个没收 全部定金的部分呢 在网站上 可以让我们消费者 可以来这个充分了解以外呢 其他一个超过20% 然后这个没收 超过20%这样定金 不退款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不到网站上里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所以很容易呢 就对于退款的部分呢 因为资讯的一个不透明 跟不公开啊 造成一个消费正义的 一个存在 这个是我们觉得 业者应该对于呢 不管这一个 到底可不可以退款 然后退款的一个 大概比例啦 方式啊 应该做一个详细的 一个记载的 那这个是我跟大家 做一个补充的报告 那总结呢 可以看得出来 就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 业者违规的情形是 非常非常严重的 而且呢 这一个时间已经蛮迫近了 所以我们希望主管机关 应该马上就违规的业者呢 马上依照消费的保护法 第56条之一的规定 通知改善 再不改善的话呢 那根据56条之一呢 可以处3万到30万 那再不改善的话 可以处5万到50万的 这样的一个罚款 我们觉得政府机关呢 应该呢 马上呢 通知业者做一个改善的 那这个改善呢 包括超过这个定金的范围之内的 那一个多收的部分 应该马上呢 来做退还 那对于网站上呢 所公布的收缩定金 或者是有关于退 退款的那个条件 不符合定型化 区业的部分 应该立即做一个更改 消息会表示 主管机关应落实对业者定位 定期的抽查与把关 确保消费者权益 对于不符合定金比例原则的 餐饮业者 应尽速督导改善 也提供给消费者参考 记者问君 台北不到 脑性麻痹的阿航 虽然可以理解日常对话 但开口发音 对他来说很吃力 透过辅助沟通系统 AAC 从图卡及文字点选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多重障碍的红红 则是用眼神 从图卡中 选择想吃的点心 想看的卡通 因为有了可以自我表达 及做选择的机会 红红现在可以更有自信的 和人互动 那红红的话 他本身的话 他说话上面是有障碍的 他没办法说完整的句子 他只有几个单字 他最常使用的是M这个词 可是M这个词 对他来说就有 接受或不接受的差异性 但是有时候这个M的词 让我们在判断上 选择性还是有点少 所以他有一些 如果透过那个 单字的发声器 或是图卡的方式 我们就比较容易 很清楚地知道说 他可能要四个学校里面 他喜欢哪一个 他目前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今天 今天 我们和 继续 我们开宾 我们开宾 第一社福举办第一届 AAC影音创作比赛 共有19件作品参赛 或奖作品以动画 短剧类记录片等多重形式 让社会大众更容易理解AAC 以及如何帮助使用者 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呢 他会用哇哇大哭 来表达他肚子饿 或者是想要妈妈抱抱 那长大了之后 我们会用口语来表达 我们的需要跟想要 可是有一群身心障碍者 跟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藉由这样的一个辅助沟通的系统 那辅助沟通系统的内容呢 可能包括图卡 或者是点读 打字 吹息滑鼠 凝视版 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辅助 协助他们把自己的想要跟需要说出来 让他们获得跟外界沟通互动 跟社会参与的机会 那我们也很感谢呢 今天我们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AC沟通平台 然后影片介绍的颁奖典礼 让社会大众更加的了解 这社会上有一群 可能没有办法顺利沟通的人 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辅助的帮助 跨出跟人家沟通的那一条障碍 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在 在社会上与人家接轨跟沟通互动 那促进整个社会融合 第一社福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让社会大众了解丧失语言能力 不代表只能过着孤独或沉默的生活 经由AAC的支持 有口语沟通困难的人们 也能够和他人沟通互动 自信的表达出自己的需求 想法和情绪 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糖尿病友透过舞蹈表演 展现其心控堂 也能豁出缤纷人生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 举办2023世界糖尿病日 第二届长寿幸福结出成就奖章 颁奖典礼 表扬长期勇敢面对糖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竹亭 10岁就读小学3年级时 就检查确诊为第一型糖尿病 已和糖尿病共处30年的他 认为糖尿病不可怕 就像其他慢性病一样 只要好好控制 日常生活也能与常人一样 台湾是一个美食天堂 真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那我觉得控堂对于我来说 我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必须要一直学习 然后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能看得到的一些食物 它可能就是知道一些精致糖 或说有些淀粉碳水化合物之类 但是有很多的料理它是隐藏的糖类 它隐藏的会让你血糖会变高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 可以慢慢去靠一些经验法则 或者我们每次就是有回诊的时候 跟营养师这样请教 跟一些护理师请教 所以我说这个控堂 应该是一辈子的课题 那你还是可以享受美食吗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我们像第一型 我们打胰岛素的就是说 我要能够去抓到就是说 我今天吃一块蛋糕 然后它我可能血糖会升高多少 我必须要用多少的胰岛素 去把它压下来 对就是去抓那个平衡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希望血糖不要忽高忽低 对 然后那你说 当然有时候会不会有失准的时候 会 当然会 那这时候就是 就是我们就稍微记起来 然后就是 下一次我在遇到差不多的分量 或差不多的食物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胰岛素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 哇伯爷 最近血糖不错呢 那你再去吃什么 我喝牛奶 火泡罗面包 火泡罗面包 火泡罗面包太甜了 是喔 太甜了 夭壮啦 护理师 还打胰岛素 我不敢打啦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李陶骏表示 台湾各类药物都有 但不少病友对药物存在错误观念 例如认为西药长期服用会伤身 且糖尿病照顾不一定要去大医院 基层诊所也能助糖友控制达标 健康维护跟所谓 就是说我们要宣导的是社会正向的力量 然后破除一些糖尿病的迷失 迷失就是说我们打针是个不好的东西 跟打毒药一样 或者是吃药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这些就是给一个正面的宣示 医疗总治刚刚提到 这个各项品质支付计划这个都有 而且现在有所谓的巷弄肠道站 这个基层院所也可以执行 那还有什么 像领法健身俱乐部这个也是 那甚至有所谓运动跟科技计划 所以在这里面做健康促进 这里面其实基层的角色也重要 大家了解 糖尿病是过去几十年来 在翻译上面 大家到最后就觉得 这个其实好像怪怪的 有个尿质其实所谓的糖尿病 就是血糖膏而已 就是血糖膏嘛 那高血糖往往其实就是 不会单独的一个存在 那高血糖它其实会合并且 高血压高血脂这些等等 这些共病一起存在 那可以好好的做所谓的诊治 可以好好做为维护 可以好好的有所谓的生活品质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 希望透过颁奖表扬 模范病友与照顾者 藉由真实案例分享 激励堂友们与家属们 正向面对疾病 倡导正确的招呼观念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和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女性产业 王显芝 进国会 王显芝 进国会 及各行各业支持者 陪同夏高喊进入国会 我们的参选本身 就是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正在发展一种新的政治 这种政治就是 普通人参政的政治 我今天邀请这么多朋友来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 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到 我想再花个几分钟时间 让认真的让大家知道 这些朋友 他们都是普通人 王显芝强调 要摆脱蓝绿两党轮替执政 让普通人参政 让他能够进入国会 推动地方财政划分法修法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 过去从1999年一路到现在 财政收支划分法完全没有修正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视 过去二十几年来 在基隆市被大家一票一票 所选出来的蓝绿政治 政党的立法委员有哪一个真正在这个议题上琢磨 可是我们看到基隆市老是烂路王的名号摆脱不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 我们的营养午餐始终没有办法跟上双北的价格 也是因为没有钱 甚至我们的李林公园没有办法定期得到维护 也是因为基隆市没有钱 更夸张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千疮百孔的 基隆市公车系统 他甚至连买车都要买其他县市 淘汰给我们的二手车 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隆市的市民当然会觉得自己 永远都是二等城市的公民 陪同王醒之登记参选的 包括律师身上者文史工作者 及劳动和青年来自百工百业 你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多年来 没有一个蓝绿政党 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在二十几年来的过程当中 针对这个法提出明确的修正 我们只知道这个法案 从一九九九年修过之后 就一直没有动静 他长期以来就是造成是一个 财政分配结构不公平的制度 就一直存在在这边 可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基隆市为中华民国 基隆市为整个北台湾 我们贡献了多少 贡献了我们多少的劳动力 贡献了我们多少环境成本 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被好好计算 所以醒之必须要沉重的呼吁大家 立法委员到底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们非常清楚的指出 必须是要在法治面上面 提出比较完整跟深刻的改革 而这件事情 大家过去也可以看得到 醒之的能力条件 政治道德与操守 我们都相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工作给扮演好 除了王醒之登记之外 也有小名参政欧巴桑联盟立委参选人 谢海清登记参选 现年27岁本身是教育工作者代表小党参选 现在国会里面就是很少会有支持儿童人 就是有儿童人权理念跟就是把家庭照护跟亲子关怀的正 正有这样理念的候选人进去 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家庭跟一个妈妈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自己想要推动的一些亲子的教育的议题 然后还有儿童人权的议题带进国会里面这样子 那虽然小党就是在参选就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之前的得到的选举的票数也是第六大党 对所以我们对于这次的选举我们还是有信心就是可以选上这样子 利用市选委会从11月20号接受区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员的登记工作 截至今天11月23号为止有五组的立委候选人登记 那明天还有一天24号是最后一天 我们依法来办理选举登记的工作 根据市选委会统计 截至23日为止包括民进党参选人郑文庭 五党籍参选人黄洁阳 家庭基本收入党邱少佑 五党籍参选人王醒之 及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参选人谢海清 总计五人完成登记参选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为了发展基隆观光 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今年9月份已经前往日本考察过 并且编列5000万元计划向日本购买两艘 水路两用的鸭子船 更计划由基隆市公车处来经营 训练市公车司机来开这两艘鸭子船 我们希望可以在11月到3月的时候 每日会有7个班次 然后4到5月9到10月 每日可以拉到8个班次 然后6到8月是暑假的旺季 天气也相对的比较稳定 可以会有9个班次 然后以单次的乘客来算的话 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看的鸭子船大概可以在40位 40位左右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做一些就是问卷调查 那其实是高达7成 我们做了2000多份的问卷调查 其实高达7成的人对于这个鸭子船是蛮有期待的 然后有百分之大概90以上 其实是非基隆市的人 对 然后所以希望可以搭乘率可以达到7到8成 然后这个7到8成其实跟我们在日本去搭乘鸭子船的时候 其实那个搭乘的成数是差不多的 其实每一班大概都有7到8成的这个数字 那保守预估的收益可能就在2500万里面 那这回到刚刚冠宇寓有提到的一个问题 修缮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也有去参考了 所谓的高雄的这个比较失败的案例 高雄其实它的票价 那时候它也是用5000万买入两艘鸭子船 票价全票是250 团体票200 又一代票150 那它其实基本上 它的修缮是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那它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买了美军的二手的这个鸭子船 它是买美军退役下来的鸭子船 跟我们现在要去日本买的这鸭子船是截然不同 因为我们这一艘是全新 而且它是用一书纸 就是用50零的车身 所以未来的修缮 其实台湾也有50零 由采发处来负责购置 那车的船体由公车处负责运具的维修跟保养 训练及吊派驾驶 然后未来希望是可以有专业的公司 来进行这个票券包装 收票系统 那这个是载客小船 那其实我们的驾驶员需要有两张执照 一张是这个大巴的执照 大客车的执照 那一张是这个小船的执照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都是两张执照 就是所有的驾驶人也是两张执照 然后甚至有大富在旁边 就是有这个UB的这个驾驶在旁边 市议员担心因为没有确切的营运内容 在基隆港下水的地方 又可能受到商港和渔港相关法令限制 而高雄市跟英国伦敦 又都有亏损失败的前车之鉴 虽然日本和新加坡也有成功的案例 但是如果又交给基隆市公车处来营运 万一成为前坑更麻烦 因此这笔预算让反对和支持的议员们 又纠结又争议 在上一届议会级本席 也曾经跟林佑昌市长谈过说 我们可以来试着来思考 来推动所谓的水上计程车 或者是水上巴士的这一件事情 但是当时候我们唯一的 第一个要先要求的就是 我们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的港区范围内 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我们要进行所谓的鸭子船的相关的一个采购 其实我们至少要经过 所谓的可行性的一个评估 或者是营运计划的一个提出 要不然我现在担心的是 我买了这两艘船 花了五千万 用了人民的纳醉钱 结果它是一个前坑 我们基隆市的观光巴士 我们的公车 本来就有亏损的状况 请问产发出经过什么样子的评估之后 认为我们在用这个鸭子船的 这一个政策的时候 可以让基隆不再出现第二个大坑呢 所以现在公车处已经缺司机 并且司机到了上线 财组单位没有办法让大家提高 我还要再找司机去开鸭子船 这个真的有点太过异想天开 而且是对公车处太过挤压了吧 我们在深山清山的话 买了一台高级的跑车 结果这个跑车根本开不出来 因为连道路都没有 那怎么办 那不是就浪费钱吗 你要先确保我们有道路 我们要确保有办法 这个车子买了以后 有办法开出来开出去 一样的道理 这个鸭子船买来 你要确保你有司机 你要确保你能够至少营运下去 最后有没有办法成功 我们不敢说 不敢说现在就直接给你一个答案 现在直接去唱衰你 当然是不好 但是你朝代也要做出一个尝试 给我们一个基本的营运计划 因为可能有先前的先细勘查过 不过一下子说 谢市长说我要弄太空船 路线都没有 还是怎么样都没有 就做了 那一个首长上任的话 也是明年的话 的预算算是谢市长 今年第一次编列 那新任的首长上任的话 我想本会的同仁 应该是要给我们谢市长做做看 我想这边的议员 大家应该都是赞同 我们来购置这两艘船 但是你要把营运计划写出来 来说服这些议员 好不好 这是因为 刚才陈冠宇远说的没错 基隆已经有一个乾坑了 五亿多的乾坑 这是五千万而已 五亿多的乾坑放在那边 基隆不能再有乾坑了 要听清楚 这是水路两用的 水路两用 如果今天在海上 无法 因为什么因素 什么什么 无法那个话 在岸上 我想也是一个吸睛的 一个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鸭子船 在明年如果真的 在语运当中觉得不妥 我们互相再来切磋 我们议会 我相信我们同仁也愿意 帮市政务 市政务也愿意让基隆市 大家都为了基隆市好吗 所以我在这边建议 预算还是要过 不过有个但书 就是你要在这个鸭子船的营运之前 要提所谓的营运计划出来 提供给我们议会来参考 最后在担忧又争议的审查中 有但书的通过这笔预算 市政府各局处在编列预算的说明栏 未来一定要详细的说明 不要让我们的议员这样子 这个语重心长跟你们说了好几遍 好不好 然后再来我再重复一下 五千万的这个预算 而附带决议 请市政 请市府于本案招标前提出营运计划书 并向本会报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机动室议员施伟正在总质询时 询问中山区外木山海星游泳平台的工程 能不能够在12月2号完工呢 如果不能完成 是否能够先找一个下水点 让喜爱海泳的民众下水游泳呢 市长我也要跟你说 关于海星游泳平台这个部分 是我们许多这个在海星游泳 海星这个平台旁边 这个海域游泳的同好 尤其是这边还特别组织了一个海星游泳协会 这些人他们引颈期盼 他们也非常忍耐 甚至忍耐到 您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张照片 我的12月2号会好吗 上面的那张照片 是这些人已经跑到 我们外木山那个私人岛屿 那里有个下水点 他们跑到那边去游了 老实来讲那里的海流 它的强度是比海星平台强好几倍 因为海星平台那里有一个天然屏障 是有石坡石块的 所以它会挡住大部分的海流 不会造成去游泳的人 有任何被外卷的问题 他们在那里游得非常的安全 现在大家都在期盼 12月2号一定要好 处长 市长 可以承诺吗 主管单位市政府产业发展处长林鼎超表示 预定就是当天会完成 但是要看天后因素 也不建议再找另一个下水点 市长谢国良补充表示 如果工程受到天后影响 应该还是会在12月2号前后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 市政府也会请产业发展处跟当地海星游泳协会来沟通 我目前也是按12月2号希望大家可以 好 如果12月2号很不幸的发生了没有办法好的状况 能不能够安排额外的下水点 额外的下水点在海经平台那里 先让游客 先让游客能够安全的下水 应该是说如果它2号没有好 最多也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情 我们应该是不是说 就是我们尽全力来在12月2号前后来给它完工 然后让 是不是完工就可以使用 还是完工又跟使用又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先缩定了 我们都其实安排在12月2号前完成 好 我们就缩定了 12月2号 不好意思 因为你刚刚说 如果没有好 是不是可以安排别的下水点 我觉得就安全性的考量 其实这比较没有办法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12月2号前后 我们如果往后一点 我们不要因为晚了一个礼拜或晚了十天 安排另外一个下水点 造成风险上的控管 是不是 我们就说12月2号的前后 前后一周我们就一定会来把它完成 然后在安全的地方下水比较重要 我是不是早一天 去跟这个海星用协会这里的 包含理事长 包含这些成员 是不是能够来跟他们解释一下 或者跟他们说明一下 处长你去说明一下 好 没问题 你就这个礼拜找个时间 跟议员 或者跟关心的我们的朋友 去海星那边跟大家 讨论一下进度 说明一下 不然大家不清楚 好 谢谢 请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 曾济炎首先为警员勤务加急请命 同时他也关切 基隆市交通耗制不断电系统的推动情况 对此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表示 明年将针对重要路口进行试办 我们也因应整个台电的一个电力 可能会中断 所以我们在明年度 有先来做一个示范型的 就是针对我们交通耗制 UPS就是不断电系统的部分 我们明年有先编列100万 针对比较重要的市区几个路口 来先做示范 针对于这些交通的这些 不断电的强化的部分 我们会尽量协助 一起来把它规划出来 因为如果有停电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交通的一个混乱 那我想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慢慢的 有一个完整的配套 曾济炎也提出 人孔盖整瓶及防滑不佳等问题 对机车柱已经形成严重威胁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怎么 这是本席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基隆市政府 对于这个道路的管理调制 我想主管机关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公务处 那你看这些管线业者 如果我们铺好道路以后 那些管线业者 他如果要维修的时候 把我们本来下地的这扔孔盖 再把它扶上来 然后就再来 再来更夸张的 你看这个 这是更夸张 更恶劣的 这管线业者会图方便 他上地以后 他就用水泥 随便把你孔一孔 你看水泥它的硬度比较强 所以车子如果连过去的以后 就会裂开 裂开了以后 如果这些造成坑洞 造成骑车的人跌倒受伤 那又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的事情 对此基隆市政府公务处长强调 除了要求管线工程单位改善施工方法外 也会将人孔盖防滑系数纳入规范 还是有一些工法 会减少这些情形 那可能 可能那个单价方面也会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再来讨论看看 研议看看 如果明年度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来 这个我们的规定里面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人孔盖防滑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在明年 我们的自治条例修正的时候 我们会把人孔盖防滑的部分 纳入我们的一个防滑系数的一个规定 今年林维受命接任益销总队总队长的曾继炎 同时关心全市7000多支灭火器设置问题 他建议可以仿效高雄市 在电线杆上设置消防栓箱 同时逐步采用智慧型灭火器 提升灭火器的妥视率 在电线杆上面设置放灭火器的话 我想这个方法说真的 也不会去妨碍到任何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不用去征求我们的市民同意 来建制我们的灭火器 那再来的话 我也是希望说 未来我们灭火器能够朝智慧型的 就是他如果有人去动它 或打开它之后 它能够自动来发报出去 给我们的控管单位 知道说这个灭火器有人去使用过的 还是说这个灭火器有人拿过了 然后再配合我们的邻里的监视器 来看看说是谁来利用 来用这个灭火器 是不是因为有火灾的通报还是怎样 建议市长谢国良回应表示 会因地制宜在设置地点 即灭火器维护保存 与设计上进行改革 强化灭火器的妥视率 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旗藤 金融报道 继T-PASS 1200通勤月票推出后 大受欢迎 为了照顾在基隆上班上学的民众 基隆市政府也在10月16号 正式推出288订期票 民众购买的情况如何 带您一起来关心 后面上是基隆二性公车循环站 来来往往的通勤族 大部分都是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回奔波 他们对于通勤月票的感受是最直接的 你知道基隆市有推出288的定期票 你知道吗 知道我知道 我有用那个288的方案 那可以问一下 就是你大概一天的通勤的费用 大概是多少 你可以算一下吗 大概是300 400 左右 对因为我是从基隆火车站开始公车搭 搭到学校的话 然后又回那个深奥坑路老家 就是来回至少超过300 400 对大概300 400 对 那你身边的朋友或亲戚有在 有知道这个方案吗 他们知道这个方案 您是否有买288基隆的月票 有 那您觉得这样子搭的费用会不会就是节省很多 会 那你可以大概算一下 就是你一天就是搭的费用 原本的跟后来搭288有差在哪 呃就平常上学来回 然后再加专车 然后就是288就变得 嗯 就是比较省钱 然后比较没有花那么多钱 差还有时间 那你身旁的朋友有知道这样的方案吗 有 您是学生吗 对我学生 那请问你有买呃基隆的288的定期票吗 有很方便 方便可以大概说一下呃 因为因为我现在课的话就是 周一到周五都会来学校上课 那有时候就是从火车站 循环站啊 或是在某个地方上车 用288可以到学校省蛮多钱 因为我现在用学生票 然后做一班公车的话是9块 啊我一天要花36块这样 啊36 因为两班车 然后来回 所以这样算月票比较便宜 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搭火车去别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很划算的不对 对市政府推这个政策觉得如何 嗯 就很好 赞 赞 我觉得政策不错啊 对学生来讲就是 就是学生比较没有什么钱嘛 就就用这个方案去 做这个 车子 通勤的这个 对 比如我上班的话 我可能就要从法院那边 然后做到那个 剩家百货 然后就要15块啦 或者是做到你喜欢站 火车站 这样子 啊来回 就三思 对 所以一个月就是 而且我每天 对 要每天都有再使用的话 它其实花费还相当高的 从官方数据来看 也是非常的乐观 根据了解 基隆地区 对于288的通勤月票 购买人数 也相当的踊跃 那我们预计 一个月以内 可以成长到 将近有 五千到六千的一个市民好朋友 来使用 这个288一个月票 我们会在明年度 后年 持续来推动 那交通部 也针对 对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后续会编列 常态性的公务预算 来补助 我们基隆市 那我想问一下 您对于这个 基隆288的月票的方案 您觉得它是否有符合 就是节能减碳的政策呢 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 搭工车 那个来回很昂贵 所以可能就 就是改骑车 或是那个开车 这样子的话 就是会造成就是 排放量的环境不好 但是有288方案之后 就是可以节能减碳 大家也会用大众运输去 去做搭审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案 现场的访问民众来看 民众对于通勤月票的接受程度很高 比较过后 确认都比较划算 所以这一个通勤月票的政策 一方面可以帮助民众 节省支出 另一方面 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算是双赢的政策 记者 宝日生 陈淑平 吴建新 基隆采访报导 優美的歌声 融入不同情感 展现温婉 壮阔 各校参赛队伍投入心思 加入动作 争取全国出赛权 我们从暑假就开始一直拼命的练习 这次我们无收曲目要演出 我们还参加了三组 希望可以拿到好成绩 这三年大家都进步很多 然后今年的我们参加了两场 希望大家加油 我们同学经过这三个月来很辛苦的密集练习 他们都很用心 教育处指出这一次合唱竞争相当激烈 分数相差都在小数点后两位 而明年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的场地就在基隆 祝福所有的地主队伍展现最优秀的一面 市府这几年在音乐教育上有大幅资源的投入 除了每年500万的乐器的设备 的态换 提供学校的音乐社团跟课程 他们可以去替换新的乐器 那再来在空间呢 不管是教室或是我们的演艺中心 也做了很大的优化 那今年的音乐比赛呢 参赛队伍也比以前还要多 有高达1700人次 比疫情的时间还多了两三百人 那我们非常热见就是基隆市的音乐风气的提升 那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队伍成绩都很棒 那我们在明年三月的国赛呢 也在基隆办理 那希望明年大家都有很棒很棒的成绩 各组成绩都在教育处网页上 祝福所有代表基隆出赛的队伍 明年旗开得胜 展现音乐所带来的力量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大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龙龙热 内政部紧张署关心您